7月14日,罗仲谦在某活动上分享了妻女的近况,引来了媒体的关注。 罗仲谦36岁的年龄并没有影响她的外表,仍然保持着年轻一代男演员的帅气。 她已经当了爸爸,而她与杨姨的女儿小珍珠已经15个月大了,小宝宝的五官精致可爱,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。 在谈到女儿的教育问题时,罗仲谦表示,小珍珠很快就要开始上学了,这让夫妻俩感到烦恼。 尽管有一些烦恼,但她认为孩子是上天赐予的礼物,应该享受育儿的过程。 当被问及夫妻俩是否曾吵架时,罗仲谦言他们偶尔会有冷战,尤其是在女儿的事情上。 她一般会听妻子的意见,因为她比较细心。 罗仲谦表示,她希望女儿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,不希望她太早接触学术性的东西,而是更关心培养她的兴趣爱好,比如学游泳,培养坚强独立的性格。 去年底,杨姨收到了一份出演电视剧的邀请,片酬高达八位数,这也让她有了付出的机会。 夫妻俩决定接受这个机会,但为了工作,他们不得不把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交给保姆和家人照顾,前往内地工作。 这段时间,他们错过了许多宝贵的成长时刻,如女儿学会爬行的第一课。 在谈及这段经历时,罗仲谦爆料称,杨姨非常想念女儿,女儿因长时间没见妈妈,回港后竟然认不出妈妈,对着外婆叫妈妈,让她感到非常伤心。 因此,她暂时不会安排新的工作。 至于女儿是否会叫爸爸呢? 罗仲谦透露,女儿在过去的十多个月里只有一次清楚地叫出爸爸,两个字,这让她感到非常感动。 她继续说道,女儿继承了她的古灵精怪,喜欢摸耳朵,到处绣闻东西,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太一样。 至于二胎计划,她表示会尽力而畏,这种事情不容易,不宜刻意去追求,要顺其自然。 尽管很舍不得女儿,但为了家人的生活,罗仲谦已经做好准备再次前往内地工作,计划在8、9月份离开香港,希望一切顺利。 杨姨和罗仲谦于2011年和演无限聚集,On Call 36小时,擦出爱火花,由于两人年龄相差5岁,顾着断节地链曝光后不被看好,而他们一直未有高调放闪晒爱,就连在2016年3月在英国举行浪漫婚礼, 都是在不想被外奸骚扰下低调进行,直至同年10月才延开于50席大稿婚宴,分享姐弟恋修成正果的喜悦。 当时罗仲谦公开爱的宣言,我已认定了个女人,我永远都会保护同爱习。 杨姨则说,我要开幸福好简单,无时时好夜,无时要进车,只要手脱手一起行落去已经好幸福。 从无名龙套到顶级事后,从被吵架,软饭花心难,到婚后生活甜蜜,还共同育友一子一女,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嘈杂,杨姨似乎一直都内心坚定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。 即便路上尝尽无数酸甜苦辣,但如今的她,如愿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 事业名气上,罗仲谦不比身为事后的杨姨,且负面新闻缠身,花花公子,家暴男,软饭男是她身上最显著的标签。 感情婚姻中,杨姨被骂自降身价倒贴,不仅陪嫁离两千万,甘做全职太太,还挺功配合备孕,又是被余记曝光去摸龙床求子,又是请大师改名,一个叫倩瑶,一个叫子义,虽然被群炒五年,但如今43岁的杨姨显然很幸福,她不光是一名成熟的演员,也能轻松驾驭妻子,母亲等多个角色。 作为TBB的励志传奇之一,她早已活成了外界艳羡的大女主模样,对她来说,喜欢就要主动,反正她从不怕输,因为足够坚韧,原本是无名小草的她,才能成功熬过漫长的冷冬,并发芽成长,开出属于自己的事业之花。 作为事业逆袭的大女主,杨姨并没有像众人期望的那样,在事业上乘胜追击,让人意外的是,她爱上了比自己小五岁的罗仲谦。 2011年,两人在拍,On Call 36小时,续集时萌生爱意。 彼时杨姨是明星所向的时候,罗仲谦却还只是个不被人待见的男配,爆出的私人生活更是让人大叠眼镜,不是家暴前女友,就是脚踏似之船,媒体骗唱衰。 但杨姨并不在乎外界口中的女强男弱,比起相信媒体报道的种种真相,她更愿相信相处过程中罗仲谦的体贴细心。 拍摄期间,罗仲谦每天都会问杨姨夜宵吃什么,而且对杨妈妈也很孝顺,这让杨姨更加欣赏她了。 因为是姐弟恋,杨姨原本是想稳定结婚了再公开,所以一开始谈的是地下恋,直到后来发生了云吞面事件,两人才顺势承认。 说来这件事也十分戏剧,杨姨和罗仲谦参加聚会和多原本不是稀奇事,但回去路上却意外被记者拍到尴尬画面。 新闻一度持续发酵。 两人只能无奈发布新闻发布会,杨姨说自己只是喝多呕吐,手里又捧着一碗云吞面,这才有了记者拍到的那一幕。 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,两人承认恋情后,杨姨反而爱得更加坦荡甜蜜。 媒体拍到的两人,就像陷入热恋的普通情侣一样,不是去台湾逛夜市,就是一起玩鬼屋。 罗仲谦的细心体贴,也总是能感动到杨姨。 她曾在采访中说最欣赏罗仲谦遇到大事时她可以冷静处理。 当她最爱的姨妈去世时,她正台湾探班罗仲谦,当时她悲痛欲绝不想回香港面对这一切, 是罗仲谦电话订酒店,安排交通,让到医院的人都能陪在姨妈身边,陪她走完最后一程, 那刻很感动,因为我不懂向她道谢,但内心知道自己找到了。 即便恋爱期间,罗仲谦曾和陈丽香被媒体曝光有过分亲密的传闻, 杨姨依然坚定,她便是最适合自己的人。 于是在2016年,两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,然而这场婚礼,却成为媒体嘲讽她的笑料, 因为她不仅一手筹备婚礼,还自备2000万嫁张,媒体甚至直接讽刺杨姨2000万娶罗仲谦。 面对外界嘲讽,杨姨不仅给足面子,采访时说,整个婚礼的钱都是她付的, 多一束花少一束花无所谓,婚后更是甘做,全职太太,默默在背后全力支持罗仲谦的事业。 而她之所以有这个底气,源于她的内心始终坚定和清醒。 虽然因为深受妈妈的影响,她思想传统,内心始终把家庭放在第一位,和罗仲谦重家庭的思想也极为契合。 但杨姨内心的坚定,并不在于是否要做个外界期望的女强人, 而是一直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于是结婚后,她从能赚钱的女强人模式, 一下子转变成贤惠大度的全职太太, 她自嘲自己是即公,家里的电话或是吸尘器坏了都是她处理。 罗仲谦有了家庭孩子后,仿佛确实还往收了心, 不仅经常主动感激洋姨的付出, 日常生活中也不会缺席对孩子的陪伴。 即便如此,外界对他们的婚姻依旧不是很看好, 认为海王就是海王,怎么可能收心,并为杨姨叫屈。 但杨姨却有自己的一套理论, 我觉得男人可以突然一下贪新鲜, 一是出轨我觉得没问题的。 这套理论或许有被很多人的婚姻观, 但对杨姨而言,她并不是外人眼中的恋爱脑, 因为足够坚韧,所以她才能表现出自己随时都可以掌控生活的云淡风轻。 她深知婚姻的本质,但依然愿意相信鼓励对方, 因为没人知谁会一起走到最后, 就算婚后也没人知能走多远, 但路就在这里,目标一致就向前走, 我相信我们能砍掉眼前的所有荆棘。 人们常常觉得她在巅峰期放弃了很多, 但其实杨姨一直都很清醒, 并坚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在她的日常晒照中, 她总是一脸幸福的笑容。 生日时,罗仲谦会为她买喜欢的蛋糕, 朋友会特意为她送来鲜花, 两人会一起带孩子去参加亲子活动, 也从不缺席孩子的每个生日, 对杨姨而言,比起事业, 她更不想缺席孩子的童年。 她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, 今年年初和张志玲搭档主演的《家族荣耀》播出后, 很多网友看到她黑化的演技时, 一度又梦回摇精灵。 每次重新出发, 每天都在热烈生活的她总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, 这样的她, 又怎会害怕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变数呢? 正如她曾在微博发过的一句话一样, 人生就像旋转木马, 我们的成功与否就像这裙摆一样, 失败了, 别灰心, 总有一天你能把重重的裙摆再次转动起来, 与她一起飞舞。